屏东久如箱一出仓库 业者涉嫌把过期的珍珠粉圆半成品改标之后 卖给下游厂商 在间接出口到日本 检紧货报之后展开调查 在现场查扣了36公吨不合格的珍珠粉圆 并且发现仓库所属公司在高雄 而业者光是半年内就获利了300多万 高雄地检署现在侦查终结 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将业者起诉 铁门拉下设备工具摆外面 内外气氛显得格外冷清 因为这间冷冻厂房 不久前涉嫌把过期的珍珠粉圆半成品改标贩卖 卫生局人员货报来到仓库内 一样样查一箱箱搜 果然发现不少过期珍珠粉圆 附近民众听闻也都很讶异 这座冷冻仓库就位在屏东九如箱 负责人履姓男子看准日本 近年掀起珍奶热潮 四年前开始代工生产珍珠粉圆半成品 结果中间一度受到疫情影响 昭日不如以往 导致部分珍珠粉圆原料过期 疑似为了减轻损失 没想到却动歪脑筋 改标后卖给下游厂商 地方卫生局货报 在去年底也展开机查 予以限期改善 今复查后已改善玩具 令过期粉圆半成品改标后出售 由高雄市调查处侦办 不过光是屏东冷冻仓储就被查出36公吨 不合格珍珠粉圆半成品 另外出户也已经有27公吨 已经销往日本 半年内共获利313万余元 而检警货报也发现高雄另有办公室 同样被搜查 12号侦查终结 事关实案问题 证据确凿 业者履姓男子被依法起诉 后续恐怕只能负起相关刑责 记得说说别忘了